这是哈密的回王府 在康熙35年 哈密的维吾尔族首领 俄贝都拉 摆脱了准戈尔布的控制 归附清廷 并且在康熙37年 秋进京以后 请了一些汉族工匠 耗时七年 见了王府 这就是回王 至亲戈尔丹的场景 哈密的回王历来受到清朝的诏 他们对清朝也比较忠心 这是牢阀 这边是吊宝 你出不来了吧 这个回王府 经过历代回王的扩建 已经成为了一个 宏伟壮观的园林群 不过到了同日年间 农民起义烧毁了王府 还养了些孔雀 这啥啊 鸭子吧 桑树可见啊 一百多年了 新疆的桑树真多啊 到处都是 而且它个头大 甜好吃 王爷台 后来 后来 是自己统治的 所以他们的家族 与清廷 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新疆的各个王宫中 他们统治当地的时间最长 这边就是回王的寝宫了 这边就是回王的寝宫了 这些建筑都很新哈 1931年的时候 这个整个回王府 被被毁了啊 然后这是后来建的 这是回王啊 睡觉的对吧 这床挺宽啊 这边还有床 这边还有床 这个回王府既有清真寺 也有汉室建筑 这在整个新疆的王府里面 规模是最大的 好了 回王府我们就参观完了 现在去大海道 我现在这是去大海道啊 你看了吗 这是用定速信航 70公里 这个时速 游出后是60 这样子再跑啊 看看这个平均油耗 4.2 同志们 哈哈哈 比我脚丫子 乖哟 我的脚没有这么厉 这个枣子 15块钱一公斤 哈密瓜是5块钱一公斤 哎 这个葡萄的 15块钱 10块钱一公斤 10块钱一公斤 要一个吧 我先尝尝 好吃 我就再多买 你给我挑一个好的 你会挑呢 啊 都是一样的 方便 啊 哈哈 这路上边全都是枣树 全都是枣树 要么就是葡萄 要么就是枣树 都在枣树 就掉地下了 你看了没有 全掉地下了 没人捡啊 太浪费了 咱们花钱买 它们掉地下 没人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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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